好,大家能看到是吧,能看到桌面吗,好,那好,大家好,今天是6月16号,来给大家介绍一下那个Donna Anisys这个一个简的那个入门,它是一个,这个我们可以看一下官网就是,对这是它的官网,它是一个区块链的分析平台, 对,目前的话,这是它的那个,你注册之后呢,是这样的一个页面,然后可以看,它这个分析的话就是怎么说呢,它是一个研究以太坊智能合约的一个工具,就是它把以太坊的一个数据啊,放入到了一个数据库里面,而它存的数据库呢,就是一个,是那个post degree,就你可以通过像那个查询circle一样呢,去来查询这个区块链的数据,比如说block呀,那个,比如说那个区块的数据啊,比如说那个交易啊,比如说那个, 合约之类的,还有那个它的logs,对,这样就啊,你不用通过那个,对于普通人来说,对于,对于我说的普通人就是说,了解区,不了解区块链,但是呢,有一定的技,有一定的技术背景的人来说的,这样的一个普通人,你只要通过circle,那你就可以查询区块链的一些数据了, 而你就不需要什么大级节点呀,运行一个RPC,对,我觉得这个软件还是挺,这个工具还是挺好,非常强大的,嗯,然后就是,对,这是它的那个主界面,大家可以看到它有一些人,它也有点类似于一个gethub的形式,有很多人有贡献自己的一些思考嘛,写了一些思考语句, 我们可以先从第一个,最简单,我们可以自己写一个,比如说,对,通过这个,通过这个形式,可以注册完之后呢,通过这个形式,你就可以查询,比如说,我们接下那个以太坊的一些表吧,我们这里可以,比如说,你像blocks,我们可以在这查,在这全文搜索一下blocks,嗯,这个还得,它的数据比较多一些,我们先用一个背方法,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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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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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ientos one,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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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什么,哎,哎。 其实可以这样,比如select新 cld, 我们可以,这样的话就可以通,这样就可以查询到一条 藏心数据,这应该是出错了 对通过这个sircle 只要普通有技术背景的人 联系sircle的话 那你就可以查询 确实量的数据 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 对这个块 对这是第一个块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一些字段 对 然后我们可以就是通过 我们可以 它有个time 我们可以 outback outback time 我们可以查询 最近的一个区块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数据是不是ok的 对 我们可以看到 最高的块是 121264万了吧 我们可以跟我们的 那个ethe scan 可以比对一下 15640 是5640吗 我们可以通过区块浏览器 和它的和这个工具 我们可以比对一下 比如说它的那个 这个blockhase是 blockhase是033cf 对 可以通过 对 它有一个比较特殊的 它那个这个数据库里面 存放的时候呢 比如说16 16进制 它是我们一般是0x 0x减尾的 0x开头的 它这是一个长期 它是 它是一个 一个斜杠 斜杠x 对 这查的时候 要注意一下 对 这个是一个 这是那个 它的blocks表 我们还有 我们用blocks表 还有就是 还有一个就是 transition表 对 我们 这个 我先 我不知道它的字段 我先把它注视一下 我们 我们查询一下 这个 对 你如果选中的话 选中的话 它 然后执行这个 按钮 它就是执行 你选中的 那个circle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 对 它这个字段名字是blocktime 我们可以 查一下最近发生的 最近发现的transition是什么 我们可以看一下 通过查询 我们也可以知道它的字段 我们这是一个 对 这是from2 这是from1根是地址 从哪个地址 到哪个地址 它没有0x 它不是0x 它是一个斜杠x 大家查询的时候 要注意一下 这个是比较坑人的 这是比较坑的一个地方 对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哈希 我们查一下 跟我们的数据 做一下比对 0x 对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是from 是B380到A386 从这个地址转到另一个地址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数据 A380到B380到A386 对 它这个数据是OK的 是对 它就是 我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非常长的代表 就logs 对 logs 这个logs 如果大家 大家研究过 以太坊 对以太坊 比较了解的话 它就是那个区块链的事件产生的表 但是区块链事件表 放那个 它把那个数据放在 它那个logs这个表里面 我们可以再查 我们可以现在查询一下 看这个 它这个 它的时间标志是 是不是block time 我们可以 测试一下 对 稍微等一下 这个可能 这个 它的logs的数量 应该是非常大的 如果数量非常大的话 嗯 查询时间会超过 超过 查询时间会比较长 它默认的查询时间是 好像是最长的 整形时间是40分钟 如果你超过这个时间了 它会自动把这个进程给切断 把这个查询给切断 我们可以看一下 有多少数量 数量应该是非常宝大的 对 我可以运行一下 这个聚合上去应该是比较快的 好 没事 它先 我们先等着 我们这个 我们先跑到另一个话题上去 就是 有时候我们不知道有什么表的话 有个方 有一个方式 就是我们可以在这个位置 我鼠标所在的位置 你可以看一下 我们比如说logs 有个平个印象 我们可以 查询一下 它我们找一下 对 这样有个表 logs这个表 我们点开之后 它就是一些字段 涉及到相关的一些字段 我们也可以从这里面查 如果你 如果你不想这么麻烦的 可以通过查询SQL来查询 对 然后呢 还有一个小技巧 就是 如果我们鼠标在这个位置 你点到这个双箭头的话 它就自动 有一定的自动完成的功能 对 这是它的一个小的 这是一个开发的一个小技巧 时间已经一分钟了 这个数据量确实比较大一些 对 然后我 我查 我之前记录的一些记录 我可以看一下 找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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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还是 下吧 行 我们 我们先把它放掉 我们现在在等着 我们再开一个新的节点 我先等着 我们再点开一个新的 对 还有一个表 就是contract 就是合约 通过这个表 这个表用的不是特别的多 这个表 合约 对 通过这个查询的话 通过这个查询的话 我们可以知道 我们可以再看一下 这个之段 对 这个是 我们可以查到最近的一个 就是UNISPAR2的产生的 这是它的ABI 有地址 还有code 什么之类的 它创建的是 这应该这是一个UTC的时间 对 我这有一个 CRECT 那个CRECT 这个 这个 这个资料可以知道 它的创建时间 然后 其实 它 如果表特别多的话 我们也不 我们不可能 有什么方式 能 有什么方式 可以就是 能更快的知道 这个 这个平台 有什么 有什么字段 有什么表呢 可以为我们来 为我们来用 就是它这个平台 这个平台 有一个好处就是 有很多 有很多的人 大佬 他创建了自己的数据集 然后呢 只要你知道数据集的 数据仓库的名称 那你就可以调用它的数据 对 我们如何看一下 它那个 这个平台有什么数据呢 可以用一个 可以用一个 那个PostGRECT的 一个系统函数 我在这里面 找一下 对 对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函数 来查询一下 这个行 这个我就先关掉了 它应该是有 总共的话 是有六万多张 应该是六万多张 不一定是有 反正是有这么多数据 是六万七千多 好像 它可能有重复的 对 我们可以看到通过 而且呢 通过这样可以看到 它这个PostGRECT 对 我们有这么多表 可以看一下 然后如果你想 针对于某一张表 比如说我们看到 这个里有显示的AVE 我们怎么查 这个数据库 所对应的一些表呢 其实 我们 我们可以把这个函数 我们可以把它函数改一下 可以用这个方式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AVE 对 这个系统函数 我们可以看一下 对 这里面有298张 298张表 我们可以把 我们可以把这个 TABLENAME 假如打出出来 就显示TABLENAME 通过这些形式的话 我们可以可能猜个 猜个大概吧 就是 只能 只能去猜 通过名称 可能需要去猜一下 比如这个 比如这个 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这个 Value Practice 不如 这可能是接待 接待它的那个 接待的一张表 对 这个是 这是接待表 这个是什么意思 这个是不 这应该是那个 这个应该是那个 输入吧 这是 大家可以通过这个 函 这个只能通过 资料的资料名 来大概 其实猜一下 这个数据量 还是比较大一些的 如果我们知道一个表了 我们还想查一个数据段的话 我们也有对应的一些系统函数 我们可以 我们可以查一下 对 我们还可以查 对 我们知道一个表的名字 我们想查这个表的数据结构的话 我们也可以 比如说 我想 这张表 这是出界的张表 我们可以看一下 可以看一下 这就是一个 怎么说呢 这是一个相当于一个 奇巧赢记吧 对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字段名 它的一些 可能需要对这个平台 有更清楚的理解 我们才能对这个字段 它代表什么含义 能有更深的理解 对 有了这个之后 有了这个之后 想想 logs 对 然后我们 其实非常 我们还有一张表 叫price表 price表 其实也是 price表 这个是非常 也是一个 比较常用的 比如说我们可以计算价格 我们可以在这查询一下 网速 这个也是比较多的 对我们可以看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张表 这个表记录的是每分 应该是每分钟吧 每分钟 每分钟对应的资产的美元价格 我们可以在这查一下 对 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个时 它这个时间 这时间 我们可以看到 它这个是大使 在 在15年的时候 这个阶段 它价格是1.97 这个是美元的 我们可以 我们可以查最近的 对 如果我们想查一下那个以太坊的价格的话 我们可以偷这样 就是说 就是常见的一些 社会预队 在这里面 在这里面 大家可能要记录一下 就是这个必须是单一号 你双一号 应该是报错的 我给 我改下双一号 我记得双一号是报错的 我们可以来 我们可以来十个最近的 最近的一个报价 我们看到 这样是一个报错的 对 这是因为什么 这是那个 Postgre 它是一个 它是非常严格的数据 那个Sircle用法 你的资料 必须是单一号 必须是单一号 Wire你也写错了 Wire 对 Wire 对 Wire也写错了 看一下这个能不能成功 成功的话 对 我们可以看到 All the by 这个是不是成功了 我们把它换成双一号 看一下 这应该是回报错的 它刚刚 如果大家用 MySircle比较多的话 MySircle其实是无所谓的 但是在Postgre 里面 它的数据 Sircle语法 比较严格 是不是比较严格 是非常严格的 必须用单一号来表示 这段名 这样的话 它才能运行成功 这是它的另一个 另一个坑 另一个点 就是对 我们可以看到 在每一分钟 每一分钟的 那个ETH的价格 是对应于美元的 对 有了这些之后的 其实我们常见的 我们可能一是查交易 还有一个非常常见的 我们是查一些 我们挑另一个话题 就是我们大家有 我们刚才使用了 一个log表 log表记录的是 就是这个合约的事件 有时候我们可能 针对的就查事件 其实有一张 其实有一张 更常见的表 叫那个 有一张非常常见的表 叫12320的 12320 event transform 这个就是 亚特赛灵 token的交易的 一个一张表 这样的表 就记录了所有的亚特赛灵 它那个交易的 交易的事件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张表 我往这边 看一下 啊对 这个就查 以ERC 这个ERC20所作用的表 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 它有交易的 是交易的 这是那个 这是那个接收 那个 就是接收 然后这是稳定币的 如果我们想 查现有什么 稳定币种类的话 可以通过这个 ERC20. 这个 sable sable 它不在 哦对 这个又有一个问题 就是 如果是 它是以 token形式 这种没有下方线的 你可以加一个 直接跟上就行了 如果是 有下方线的话 你必须得加上 这种 转移号的形式 对 我们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穿梭 这个地址 到这个地址 我们转移了 205个 然后这个 合约地址是多少 我们就可以得到 一个相应 相应的一个数据 这个数据是怎么来的呢 我们知道 我们那个 transfer的时候 我们打开这个 这个是 transfer这种 特定的用交易 我们如果想查询 比如说 我们有那个 比如说我们有那个 duni swap duni swap的时候 我们想 查这个对 是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加了流量了 什么时候减少流量了 我们 怎么来使用 怎么来使用 这个平台 去测试呢 给大家说一下 这个 比如说我们以 eth usdt 这个交易的能力 我们查一下 这个 这个 稍等一下 稍等一下 我们看到 这是他的交易的一个 swap的 有A的 就是天井流量 就是减少流量 对 那个 他这个 其实都是通过事件的 事件 事件如何产生的 我们可以在这看一下 比如说这个减少流量 我们可以直接导航到这里面去 我们可以 交易的时候呢 它会产生 他会想logs 就是合约的事件 我们知道这个是交易 对 刚才我们查询的是这个 然后我们如何 我们有一个关键的事件 需要波网 对 燃烧的话 其实是减少属性 我们这样的话 就需要一个 我们需要一个 就是波网 我们需要知道log的一个事件 log的一个就是 log的一个哈希 这个方法的 这个方法的哈希 这个方法的哈希 这样的方法 它的哈希就是这个0x 就是这个 0xdcc 这个对 然后我们通过这个比对的话 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些 得到一个数据 比如说我们 unithwa常见的一个 eventlogs 对哈希 比如说这个 这个都是创建 就是这个值 对这个值进行了一个 可以看256吧 一个因算 得到这个 得到这个值 要在 e-system logs里面 查询这个值 查询某一个字段 有这个值的 它就是一个合约的创建 合约的一个创建信息 我们可以看 我们可以看 把这个记录一下 然后跑到 这个 这个 我知道没有记录 我想查询一下 我可以看这个 它应该有 好像有个top c吧 就是这样 你玩过 好 这个 好 我们 top1 我们可以看 top1 这个 我们刚才说了一下 就是 在那个 这个平台上 它 只要是 类似于哈希 这些 16精致数据的 它 它是以 斜杠 x 来 来开头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事件 这个应该 这个就是一个创 就是一个 键 交易队的一个创建 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的 TX TXC 对 在2000年 5月05号 我们在这里面就看一下 0 0 可以看到这个 对 这个 这个建制队建立的是一个 什么队呢 嗯 看一下这个 这个 这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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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SD USDC 这个是 WTH 对 那我说这个建制队 其实建立的就是 这两个队 就是 USDC和WTH的一个交易队 对 这个是 然后呢 其实我 对 这样就是它的这个平台的一个 更 普及的一个应用 只要是你知道 找到它的那个 找到它的那个方法的那个 invent log invent fork是哈希 我们就可以查到 很多方法 而且我们还可以 比如说我们可以统计 统计有多少 我们 可以统计一下 有 统计一下 有多少 这个 这个这种交易 其实就说明 其实就说明 我们有多少 就是建立了多少 交易队 对 四千 四万六千 四万六千五百三十八 对 目前的话就是 这个 uniswap uniswap 它有 有这个 有四万多个队 对 这是它的一个应用 然后呢 对 然后其实我们还 对 然后再 说一下这个平台的一些 其他的用法 比如说我们可以加 在这里面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位置 我们可以在这 加一个变量 变量的好处就是 我们可以把这个套 把这个字放进去 然后 我们叫合约地址吧 叫做事件 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里面就创建了 这个 有这样的一个站位 我们在这里可以查一下 我们刚才现在是46538 看它的结果是不是一样的 OK 对 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来 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来 打一个变量变形 这是另一个使用技巧 然后就是 就这么多了 呃 Logs 然后给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一些更复杂的一些用法 我们先回到之前的一个状态上去 我们说查询这个 CM Logs有多少 有多少记录 我们可以看到 这已经参与出来了 花了18分钟 好像是花了40分钟吧 这 40分钟还是多 一共有是 这是多少亿啊 反正对 一共有这样的数据 对 如果是数据量比较多的话 如果你做一个 AutoBuy的一个插权 这个是非常消耗时间的 这是它的 这是使用的一个忌讳 就是我 对 它可能就是要全扫表 特别没有一个 可能没有真的一个特别的优化吧 你如果要对这些表 这么多数据进行一个AutoBuy的话 那个时间量 花费的时间量是非常非常可观的 嗯 所以说呢 因为这个Logs的量比较大 所以这个CM Logs比较大 所以说呢 我们有 很多人 很多人就抽象出来了 比如 很多人抽象出来了 这个ER320 EventTransfer 这就是ER320的交易的 交易的事件 我们通过这个事件 就是 它应该就是 Event EventLogs的一个子级 我们通过这 它的数据量是非常小的 它的数据量 我们也可以在这里面 去查询一下 它的数据量 我们回到这里面 再说 谢谢 要花多时间 对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子级 它的 它的数据量 要比这个 上面这个数据量 要小的 小的多 嗯 担一下 嗯 对 既然 既然 我们很多时候 是统计合约的 所以说呢 这个Event 这张表 是非常重要的 然后说 有ER320的 EventTransfer 有没有 有没有其他的人 做了一些 有没有其他人 收集了一些 其他的一些交易呢 就是 Event Event的事件的交易呢 那我们就可以用到 我们之前的一个 做法了 我们可以查询一下 就是 用那个 PostGv的系统函数 来查一下 什么数据 什么数据 数据库的名 是用Event 是用Event 来 用Event 来表示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 插一下 插一下 再稍等一下 我有吗 看一下 对 我们可以查询一下 某我查一下 这是以什么Event 这个表明 这个字段名里面 表明里面 有Event的 他 我们 就把它认为 这是一个记录的 事件的一个表 投资的事件的一个表 对 这个数据呢 也是比较大的 比较可观的 也没有 还没有立马返回呢 我们再新建一个 我们可以 查一下 哇 对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一共有 一千 一万多张 一万多张 记录 喷底 对 对 这个 这个可能 对 可能比较熟悉一些 就是 这个可能就是 这个平台的 他那个 complete side 这个事件 如果有这个需要的话 我们就可以 可能从这个表里面 就直接来查询数据了 而不用去 而不用去 那个什么 Ecum Logs里面去查 这样就是 大家给我们 做了一个方便 之前的人 给我们做了 提供了一些很多便利 对 这个是 算 这个应该算是一个 使用技巧吧 对 对 然后 还有 还有一个功能 就是 比如我们查询一个 我们查询一个地址 乘一个合约地址 这个是 我们选 UIDC的一个合约地址 我们在这个平台上 查询一下 回到首页了 我们可以在这 查询 记录 我把这里面说的 其实是什么呢 是那个 它的 它一个 Levels的一个功能 这样的话 其实 这样我们就把这个 分析平台 变成了一个 变成了一个 就是 就是一个 UIDC的一个平台 比如说我们知道了 这个地址 是对应的一个 UNISWAP 对应的UNISWAP 一个地址 我们可以在这个地址上 加上一个标签 等别人使用的时候 我们就 等别人使用的时候 就可以通过 这个标签 我们可以 可能在查询的时候 可以直接使用这个标签 只能代替原来的地址 我记得是有这样的 一个功能 暂时莫有找 暂时莫有找到 看一下 在这里面 Muse里面 我们把之前的 之前地址查去 我们可以加一个 新的标签 这个标签的话 就是 刚才好像是 USDC吧 USDC Label类型 我也不太清楚 什么类型 这算是 扣完 可以加一下 对 然后对 加这边之后 我们可以通过 这个标签 来进行查询 这是一个例子 好 对 他提供了 他提供了一个 这样的功能 然后 既然 有了这些功能之后 我们可以做一个拓展 比如说是 我们想查一下 最近 最近 10天的 一探访的 在链上的交易量 发生了多少 发生了多少比交易 他那个交易量是多少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样的话 这样的话 有一个什么好处呢 就是我们可以公约 这个交易量是否活跃 活跃的话 对 如果活跃的话 对价格 它是有一定程度的反应 但这个并不绝对 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写了这么一个 写了这么一个查询 对 我们可以看一下 最近 我们可以查看一下 这个渗透 对 我 这个语法 我们直接查询的 就是 Ethereum的 transition这张表 我们查询的 查询的日期 这个其实就是截断 截断的意思 用来date的这种形式来截断一下 然后 做一个聚合 聚合的话 把数据量 它 除以一个十的十八字方 我们知道这是一个 一态法 等于一个一态法 这个单位 然后呢 查询的这个是 wire 这个 blog time 它里面有blog time 大于现在的时间 这也是 circle的一个语法 然后这是 对 这全都是 post grade的语法 只要你了解post grade 其实这个方法就 比较 就比较容易理解了 只要是我们十天以内的 然后这个out by 1呢 就是out by 1是什么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值 就是这个data这个值 我们以它为作为 那个分组 然后呢 以它out by 1 也是这个 也是这个值 以它为作为 那个排序 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交易量 这结果是不是出来了 出来了 对 我们可以看到 6月16号 是转移了 在链上转移了 这个这些的 ETS的 ETS数据 昨天的话是这些一个 从明显看到 昨天的数据量 是比较大的 昨天 然后前天的数据量 对 我们可以通过这样 做一个统计 对 这就是一个 这就是它的一个 比较高级的一个应用吧 然后呢 有了这张表之后 我们还可以查询 这个 对 这个可能比较类似一些 我们还可以查询 这那个 这些ETS价值 价值是多少 价值 转移了多少量的价值 以美元为 以美元为计价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 这个 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链接表 它把那个 Ethereum 那个 Transition和那个 Price 我们刚才介绍到的 这张 这张价格表 给连接起来了 它查询的就是 它查询的 它查询的是 在这段时间内 相对应的一个 Transition 一个 一个表 对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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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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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gre 这是 Postgre的一个语法 我们可以把它当成一个 中间面量 我们在这 查询之后呢 就我们可以在 后续的 思考中 使用它 对这样 这是一个 比较高级的用法 这是 最终的 最终的查询结果 是已经 也已经出来了 是这样的一个 是这样的一个结果 还有一个 其实我们 还有一个 普遍的续续 就是 如何 比如说 这个我们想要找 那个TOP10 HID HID 比如摩托筷 有多 它那个 前一百个地址 前一百 前一百地址 谁持有的量 最多 通过这个平台 我们也是可以查到的 语法呢 语法呢 我已经写出来了 我得 我找一下 对我们可以计算一下 找到这个 四口语句 这个是比较 复杂一些的 我现在有的 也不是特别的清楚 他这里面用了一个 占卫福的一个字段 他这个字段是 说一下 他是零X结尾的嘛 然后呢 他用了一个 他把这个 他从第三位去 从第三位 从第三位 应该是 这里得到 应该是4A的后面的 去到4A的 然后跟那个 斜杆X 拼接成 拼接成一个字段 作为一个 作为一个查 作为一个查询的 作为一个计算结果 来作为一个查询的 一个变量 对 这是那个 这是Sircle里面 这个 这是Sircle里面 所 所支持的 这样的结果 就是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 他也 用了一个 先是一个 也是长期交易 后续的话 是长期这个 对 大家的话 可以把这个 如果大家使用的话 可以把这个地址换下 传着自己 想查到的一些地址 就可以知道 就可以知道 这个Top10 这里面是 这里面是 那个 前十位的 一个数据量 我们这里面 这个结果已经出来 就 我可以看一下 这个 这是一个什么 这个 是 我看一下这个结果 这是谁的结果 这是 OK 这是 这么个B 我也不太清楚 我们可以看到 他这里面 有个 Holder 我们可以看到 第一位的 数量 是 94 多少 OK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 核渊 战友的量 是最大的 然后下一个地址 就是 EF1 这个之类的 我们可以 这个对 EF1 4C 什么什么之类的 Holder 126 我们在这里面 可以看到 126 对 说明 参与 是OK的 其实 怎么说 通过 这样的话 如果我们自己 有一个 这样的一个好处 我觉得 这个 Ethereum 这个 ETH4C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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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块浏览 区块浏览器 可以跟他 做一些合作 我觉得他俩 是其实能 扩张出很多东西的 嗯 对 大家还有什么想 大家有什么 一些新奇的想法呢 想通过这个平台 来谈行一些 什么数据呢 之前咱们群里 有一个人问那个 就是 那个叫什么呢 他的地址 一个地址下面 能查到多少个 那种 ERC721 应该可以拉倒 一个地址下面 多少 ERC721是吧 对 多少种 多少种 或者说他 他这个地址 他有多少种token 不止ERC721 所有的token 这种 对 这个应该是一个 聚合的交易 思路就是 我提供的思路就是 我们先从这个交易里面 先从 先从交易表里面 这个 这个 E321 传送的交易 通过这个地址 比如说 兔啊 我们 我们可以 比如说 他有个 From 有个兔 兔地址 是这个地址的 我们就可以查到 他相对 一些其他 那个 那个 一些交易信息 从交易信息里面 我们可以再摘出来 那个 哪些 哪些交易是在 LOG表里面的 这样的话 应该是 可以查 到一部分的 可以缩小到 他 缩小到这是一个 合约创建的 是 这些交易是跟合约相关系的 我感觉 暂时好像 没有 这样的话 然后还得筛选 他是不是 其他的一些 比如说 是 跟合约 跟 比如说合约的一个 其他 比如说合约创建 什么这种信息 你要排除掉 就比如说 拍下Track 刚才我们 之前有个例子 这种信息 要排除掉 但可能要 需要进一步的 一步的去缩小信息 是不是查起 那Transfer就行了 一般都是 对 Transfer就知道 对 或者Mint 其实 需要 知道 我们需要知道 12320 发送交易 转移的时候的 它的 Event Event Function 哈希 知道这个就可以 12321 是有一个 是有一个标准的 这个我们 应该可以知道 哈希应该是固定的 哈希 哈希固定的话 通过Event Log的表应 应该是可以查到的 我觉得是 这个 啊 所以是吧 Avent Log 哈希 这 Avent Log 哈希 啊 就是 那个 Funk 呃 这 方式的 那个 对对对 Funk是 Flector 对 Funk是 Flector 那个东西 对 他这些数据 是怎么换组下来的 然后 这表是怎么分的 啊 这表是怎么分的 对就是数据首先是 呃 通过全局点 然后把 把那个区块数据 呃 然后 对就是这些表是怎么分的 就是 呃 存存到哪 这些数据 都是 就他们有 有 有一个 有一个服务器 就存这些 所有的 数据 是吗 对对 是 那我认为 我猜测的就是 他们把这些 呃 他们就是建议的一个 PostGrade的一个公共数据库嘛 所有人都可以访问的 然后把一些 把一些不是blocks呀 transitions 这可能就是 存到那张表里面去 然后大家都可以去查询 对 他们应该有一个比较 有一个数据库的集群吧 嗯 对 那他们这个 就是会收费吗 有什么限制 呃 收费 对 绝对是有收费 我看一下 呃 比如说 你想把你的 你的结果导出 那个导出来 那的话你 呃 你可以看一下 这个收费 free的话 是这样的 然后 呃 然后的收费的话 是每月 每月每人 390刀 他有这样的一些服务 可以把 把你的查询 设计为 那个私有嘛 然后可以导出 然后可以跳过某 跳过查询的 一个排序还是 排队 对 人多了要排队 多了可能要排队 对 这个不是什么意思 然后这个就是 运行六个 我这个 大家 大家 大家如果对他需求比较高 可以 可以尝试 可以尝试一下 可以试一下 这个 有超能力应该是不一样的 嗯 对 我其实 呃 说到这儿 我其实有个需求就是 大家知道 以太坊的真实的 真实的 真实的那个 比如说 我们知道以太 我们知道比特币的 比特币的发现量是多少 这个是比较好计算的 呃 比如说 之前前 最最早的四年 是50个块 最早四年是50个币嘛 50块 50 然后呢 他这个周期要持续21万块 那其实他 就是我们如何计算 以太坊 如何计算比特币的一个发行量 其实这个就 比如说 我们走到 走到第几个周期了 比如说第一个周期的话 以太坊最后走过去了 就是21万块 乘以50 这是他 那个阶段 这是第一个阶段 第一个减半周期 然后第二个减半周期 第三个减半周期 我们就可以算出来 但是以太坊 这个是比较 这个发行量是非常 以太坊的发行量 是非常的模糊 是非常不确定的 比如说我们这个块 可以看一下 这个Mina Mina by 是被星火扒到的 在试探的 然后他是发行了 我们看第一个交易 第一笔交易 我记得有那个 对 这个区块量的奖励 我们可以在这可以看到 记得之前 还有一个更详细的 一个 这是什么 那个AI 比如说我们如何准确准确准确什么 我们非常准确的去计算 这个以太坊的发行量是多少的 通过这个平台 大家有什么 有什么一个想法呢 就是 比太坊的发行量 对 非常准确的发行量 就看他那个 revolve是多少 他发行量 他发行量都是通过挖矿去产出 对 他那个以太坊里 以太坊里面 他那个block reward 他是一个专门的断断的 是吗 是吗 我记得是 我记得是有 我查一下 查一下 这个是自己 这个表 应该是没有 那他怎么记录给谁奖励呢 这样的话 好 我们看一下 他这个block reward 肯定也是从那个 那个块里读出来 这我当时遇到的一个问题 我记得 对我当时是 对这块的话 我们可以计算比特币的发现量 其实是非常方便的 是非常方便的 比如说现在是53这个数码 它经历了前两个周期了 这个数据是直接的 然后呢把这个 然后把减去剩余的 剩余 减去剩余的我们再乘一 减去两个周期 然后呢剩余的多少块 我们现在应该是6.25吧 把剩余的数字成6.25 其实它发现的计算出来了 对这个比特币 然后以太坊的发现量呢 其实是比较的麻烦的 这个是基于 这个计算规则是 2018年吧好像是 对2018年8月份的一个计算规则 现在它的计算公式又修改了 它有挖广钱就预挖 预挖钱就是 第一个交易 第一个交易就是 因为以太坊是一个 可以说是一个中途的吧 它里面定义了 发现了很多币 这个其实要计算 这个要计算一下的 这个是 然后就是输块奖励 输块奖励 这个公司是这样的 比如说它有 我们可以看到 它有一个 我们查这个什么的时候 是比如这个 没有吗 我看一下 没有吗 这是我之前做的一些工作 就是我这个数据 这个 在网数据入库的时候呢 我会计算一下这个区块的奖励 这个区块的奖励 然后呢 还有一些书块的奖励 然后把它俩聚合起来 就能得到一个总体的 把它俩 把它俩参加 就能得到一个整体的一个数据 对 这是我的一个思路 就是 所以说 它有没有书块表呢 这个合约应该有书块表 我看一下啊 刚才我们查的是 看下有书块表 嗯 嗯 好吧 它应该好像没有书块表 但是可能 在这上面可能还不太好计算 这个平台 可能啊 我只是 打不了表格 可能还 可能不方便计算 嗯 好 对 嗯 对 这就是一个 对 这就是我今天的一些分享 然后 把一些一些经验给大家介绍 使用这个平台经验 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觉得这个平台做的还是非常的 非常的不错的 尤其是对于一些数据科学家 地方科学家来说的话 我们可以在链上发现一些很多 哦 比如说 在群里面 在web3群里面之前有人说就是 那个 那个 Makedown的清算数据 嗯 我们可以通过 这个平台就可以查证到 呃 这个平台 呃 呃 我之前的话 在18年可能就是想做一个类似的这样的一个平台的东西 就是说 我们为什么要通过Sircle RPC来让 普通用户来 普通的开发者来使用呢 我们可以通过这种 比如说我们把数据库 数据仓库变成一个 变成一个数据库 数据仓库把以太码数据变成一个Postgrade的一个数据库库 然后呢 把这个可以开放给普通的开发者 通过Sircle就去查询 呃 他现在他做到了 而且做的我感觉是非常的 做的比呃 远比我想的做的也好得多 非常非常好 嗯 呃 当然也有些一些其他的一些问题吧 嗯 我感觉还是挺好用的 呃 大家 呃 而且呢 而起呢 这上面有很多其他的一些 其他的一些查询的 大家也有些其他的一些 呃 其他的一些那个 那个方案 大家可以呃 这些东西都可以 他就类似于getHub一样 他把一些这个这个Sircle的一些查询啊 都可以公开出来 大家就可以引用 可能这个也是 非常 这是也是非常有魅力的 OK 结束 OK 我这个分享了 分享完了 哎 我想到他可以很大一部分 可以替代subgraph的作用是吧 这样你就不用去自己去 搭那个了 就是有一些列帐的数据 自己去查 就行 对对对 是 但是 但是怎么说呢 他查询的结果好像只能在 只能在那个他这个平台上 没有通过API什么能获取到 现在好 我现在没有看到 现在 比如说我们查询的这个数据 他只能 对 你导不出来 如果你想导出来的话 你只能是吧 那就 买一个高 使用他的付费 付费方案 就不能通过API去查 只能在他这个上面 对对 只能在他上面 那 那目前是 对对 这样的话就是他的一个 怎么说的 他的一个 他的一个盈利点吧 这是 那如果用API付费就行吗 我不知道他 不知道 应该也是可以的 但是 只是说 不知道他支不支持API来获取数据 不知道他 这个跟踪他有没有开发 现在 现在好像是没有的 好吧 对 那还是不行 对 是 其实这个的话 对 我帮我说一点了 我们可以 比如说我们查询 查询到数据了 我们可以加一个 把它 我们可以数据化一下 就是 就在这上面 我们可以 比如说我们有那个bar 区域图和折线图之类的 我们可以 我可以扎一下 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个地址 它的持有量是非常大的 是说我们在这数据上 再做一个 再做一个聚合 把它百分比 比如说我们 知道总量 我们可以计算它百分比 形成一个丙图 也是可以的 对 这个平台 还是 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 这个平台 我们可以通过 Discover来看到 很多的数据 这里面有一个 区域化交易所的一个 一个数据的分析 当然这很多就是 数据科学家 我们数据科学家感兴趣的了 我们可以看到 这Uniswap的战友量 还是超过了 已经超过了 是超过了一半 然后聚合交易的话 直接交易的数据呢 也是非常大的 直接交易可能83% 聚合交易才是这个16% 可以对 通过这些数据呢 通过这些数据呢 我们可以用不同的 不同的那个 不同的方向来 来查 来看待 来对那个 以太网的数据 有个不合认知 有个缺陷就是 这个平台呢 还是只能是支持以太网 还有还有还有一个就是插带 他只是只是这两个平台 其他平台还是不支持的 嗯嗯 我觉得这个平台和一些和那个虚偶标准器 一些这个如果联合起来的话 想象力是很大的 想象力 哎 修特对啊 哎呀 好了好了 你知道那个南森那个 那个也是一个类似于这样的 数据分析工具 啊 我这个有看 了解 我我发了 跟你发过 OK 我看到了 嗯 这个也是付费的 他 他比较 他不 他不用写circle 还是你可以各种 嗯 那个类似也非常高 是吧 我我这个还是 我这没有看到 投资 没有免费方案 是吧 没有 也挺 也挺贵的 啊 是 我觉得可以先用这个 可以了解一下 那最行 那大家 这么看起来 对于我们dapp开发 可能graph还是好用一点 那种graph毕竟免费的 就给 对 是 我感觉这个平台 我感觉这个平台 可能还是针对于一些 一番科学家什么 他你了解circle的话 他就是一个 不是一个普通的一个用户了 普通的一个以太坊的 以太坊的一个使用者 原来是 对 有一个 啊 我对 然后我分享一个 就是有一个 之前有一个叫 bigquery 是谁的 是那个 是谷歌的吧 是 谷歌的 对 他的收费方案比较什么 比较奇葩 他支持的数据量 他支持以太坊 他支持比特币 还有支持很多其他的 比如说那个 前十种 比如说来特币什么 他都支持 他是怎么收费的呢 他是按你的 查询的数据量来收费的 比如说你查询了 比如说查询这些交易 然后他 比如说这个 查询的数量 这个查询的这些数量 查询那个交易 从比如说从一到一千万 查询这个数量 这个数据量 他有多少 数据量的 数据量占了多少 占了多大的那个缓存啊 他应该是一个 自盘的一个使用量 如果是五百兆的话 五百万比较一次 他可能是免费的 如果你超了某 我值的话 他可能就收费了 而且很容易就把那个 很容易就把免费额 都给使用完了 这个是对 这也是一种查询方案 这是 这个还是比 怎么说呢 还是比较 不是特别的好用 相对于 相对于这个 相对于今天说的 这个平台 对 然后这个平台的话 沿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可以跟大家讲一讲吧 是吧 在七天之内赶紧使用 然后给大家讲一讲 我要七天之内学会 然后最后一天给大家讲 没有 没有 差不多 我可以 我最近 我最近其实在 采用 Graph 我觉得你可以 把这个 在VBS Course上面 加个Task 可以 可以 对 游秀 对对 我后面再好好研究一下 这个 比如说 有一个场景 我之前 比如说写Circle那种 比如说我想去看Uni 比如说V3 他们里面 添加流动性 我可以去筛写哪个弟子 他最近 添加流动性的那种 因为可以捕捉Event 应该可以这么做吧 可以这么做 然后他有一个 好像他有个V3表 他有个V3什么之类的 我看一下 插一下 对 你可以给我演示一个 大致的思路吗 可以 你是什么时候进来的 我刚才讲 我刚才讲了这么一个 刚才讲了这么一个 思路 不好意思 对 没有认真听讲 没事 我可能有时候 思路也是被 对 你可以 最麻烦的方法 我们就通过 Easeer的Logs来查询 他的数据量级 刚才查询 是非常非常大的 你要从里面筛查的话 你可能做全秒扫描 这个花卫时间比较长 Log 对应该Log里面 他有一个Mint的Log 可以看一看 我们可以 可以 就Non-Franxing Non-Franxing什么 那个Minergy 那个合约里面 应该可以看 我等下 我找找我的奇巧银记 那个东西 我心里从 对 比如说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 长寻这个 UniSwa 要不用 用哪一个 用V3 行 用V3 看一下 这个就全上了 我们可以看一下 V3是有什么数据表 有没有跟 疑问的相关的 我们查询一下 这样的话 他有100 有142张票 Factory的无关 应该是看那个 Non-NFT Non-Franxing token 再往下 我等会 我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秘籍 对对对 模糊查询 对 我们要 用一下秘籍 OK 我们可以在 19张票 这样对 范围就缩小了 哪一个 或者你找一个什么 Increase Increase Liquidity 对 Increase Liquidity 在鼠标 对对对 这个 这个是吧 对对对 对 好像这个 这好像是NFT吧 对对对 对 他应该会给你 Amount 0 Amount 1会显示 对我们 我们在这 查一下 对 这就是 懂点 Circle 的 七小银记 对 你如果是 这个表现 下方线的话 你必须加引号 才能查询 这也是一个坑吧 21 我们先看一下 它的数据 它是什么样的数据 嗯 Liquid的量 合约地址 这是Amount 0 Amount 1是吧 那里 嗯 大致就这个意思 是吧 然后你可以 然后你再 Wire 加个Wire 看一下 就可以了 是吧 对 叫Wire 加个Ctrl Ctrl The address 是不是应该 应该限定它吧 这个应该就是 哪一个 它这张表 怎么会有这么多 正常只有四个字段 这个应该是什么 这个应该是 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 这个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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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一个什么数据 从通过这样 看一下 0 我们log17 它加了有数量 应该是哪个字段 嗯 不 不 不 这个吧 是Mint吧 这不就是增加 这个 这个 就是 就是 这个 就这个 我可以看一下 因为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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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个 对 就这个 对 那行 我这 我们看一下 它 那个 O6 是 应该 就是添加流动性 对 应该是添加流动性 对 这个是 加到 这是谁 VR V3 rem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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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R的 然后加到 V3 咦 哦 这是 是吧 这是 嗯 这个 通开第一个就是 那个 MT 对 这个 其实 对 这个其实 就可以把它的 那个 就是添加流动性 的那个 TIC上线 下线 给拔出来 是吧 然后就 关注一个地址 对 看一看 哦 然后这个合约是啥 这个 刚才他应该说 说的是这个 这个合约吧 我看一下 这个合约是 啊 不对 零差 还不能 哎 它是C3 我们查一下 这个C3 C3是啥 他为啥没有零 这个 我也不太清楚 这个就很 很麻烦 我们看一下 这个内部交易里面 是有C3 哎 这什么有力 直接在 哦 这里 看一下 哦 Proof 哦 这是合约地址 这个应该是 哎 这个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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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个NFT 对 应该这个 Menergy的地址 对 对 就是这个合约 对 那我们 对 那我们 下不定位的 就是Wire 是吧 对 这可能还要连表查 比如说是哪个用户发的交易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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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行 明白了 嗯 我觉得最麻烦的 你说 我觉得最麻烦的 可能是查到一个相关的表吧 就是 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那个总的 应该就一个吧 那不管我们可以看 没有你这个应该很多 对 对 这个应该很多 就全是最麻烦 差不多 哦 哦 得是 得是单元号 这个比较 这个是需要十分注意的 你这是把所有流动性的记录都查出来 挺大的 我们可以查个聚合的 如果量比较大的话 这个是免费的是吧 你说付费的是什么功能 付费的话 我看一下 付费的话 是不外 哎 哪里 付费的话 你可以导出嘛 你可以把结果导出 对 这是付费的嘛 这个页面 还是一个月 一个人 390块 390刀 那就太贵了 那比那个还贵 对 那个 那个比这个还要好 对 我觉得免费的 其实还是可以的 免费的 只不过是呢 你长期的数据 它导出不来 导出导出不了 不能在其他地方使用 这个是比较 这个是比较 比较一个痛苦的一个槽点吧 这是 对 对 对 你如果要导出CXV的话 需要 需要超能力的加持 除非是真的发现挖矿可以赚钱 再来充益 就是找到策略了 对 看看刚才的那个 查的那个结果 有还不少来清 对啊 6万多 对 6万 对 6万多 明白 谢谢 谢谢 我觉得最麻烦的可能就是 通过前两步 我找到一个合适的一个疑问的 找到一个合适的表 合适的数据表 我觉得那个是比较重要的 那你要看合约吗 你对合约比较了解才行 对 对 对 你要了解合约 也要了解 这个他有没有 之前有人做了一些什么工作 把这个 OK 对 好20 好20 绳 感谢观看